词曲 字幕 李宗盛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和Carmen 身上的 那时我十七八岁 有一天我和Carmen 骂得很厉害 我就不开心还哭 哭得累当然要睡觉 然后睡觉 當時我不是說他住在深水埗 鴨寮街那邊不是黃金那邊的出口 一出地鐵站轉左手邊 那一、兩棟大廈 我就住在黃竹街 近泰山是很遠的 其實走路也要走過多 起碼走兩、三個次 哭到睡著了 我發夢 我自己就飛起了一個人 自己在看著天花板 接著就越來越近的天花板 越來越近的天花板 我躺在看著天花板越來越近 我覺得自己是貼上去 然後我轉轉看著窗 然後就衝...衝...衝到窗外面 然後我看著街 然後看著街 然後一靈 然後就像超人那樣飛 我正在發夢 然後我就像超人那樣飛 然後又向著 一路向著Carmen家飛去 一路飛 在長沙環道 我在黃竹街 一路飛出去 在長沙環道 轉彎 然後向前 在長沙環道那樣飛 然後一轉 轉進Carmen家 在家裡 那些很舊的堂樓 外面有個欄河 有個鐵欄 然後有個位置 他老爸種花種野 那些很舊的堂樓 我在鐵欄外面 我記得他那時候住在七樓 還是六樓 我站在鐵欄外面 就這樣說Carmen 這樣叫他 他就看不到我 他就坐在那張桌子 那張桌子 那張桌子 正在做功課 他是學生 有本中文書 我看到中文書 他正在做功課 我就是這樣 Carmen 不停叫他 他就不回應我 然後很害怕 我不停叫他 也不回應我 我很害怕 然後他還穿 我記得他是穿 藍色的睡袋 坐在那裡 托著頭 在那裡寫字 在那裡做功課 我知道 我是在做中文的 因為我看到一本中文在旁邊 然後 在做中文功課 然後我不停叫他 他不回應我 我很害怕 然後一聲就 紮醒了 紮醒了 人醒了 然後在自己的床上 很害怕 然後醒了 整頭汗 然後去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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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看著 天已經下午了 就是已經是下午了 然後我就 打電話給Carmen 然後我說 我說 我很想念你 我可不可以 不要分手 類似的那些說話 然後我說 剛才我發夢見到你 你可不可以這樣 我真的很想念你 他說 你見到我 見到我還有什麼 就是這樣問的 你看到我還有什麼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在家的露台 那裡 在你老爸 穿的那張桌子 做中文功課 穿著一件 藍色睡覺 他說不是吧 就是藍色那件睡衣 然後他說不是吧 我說是呀 我現在不是坐在那裡 做工作 聽你的電話 我真的穿著一件 藍色睡衣 還有我真的 在做中文功課 你不要嚇我 這樣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發生在一個公共屋邨 有三個女孩 ABC三個同學 這個故事發生在A的家 B和C 就上A的家裡拿東西 上到她的家 A就慢慢走到房間拿 接著拿完 接著他們在客廳裡坐了一陣子 B和C在客廳裡坐了一陣子 接著A在入房間拿完東西 接著就走了 就走了 他們兩個在客廳裡坐了 我想三兩分鐘 一拿完東西 就出門口走 接著搭電梯出 搭電梯的時候 接著B就跟A說 嘩 你媽媽呢 都挺漂亮的 接著A就覺得 為什麼會說我媽媽漂亮的 接著C就說 你見到她媽媽嗎 即是跟B說 你見到她媽媽嗎 我見不到 接著B就說 什麼 她不是坐在床上看電視嗎 還跟我笑了一下 即是看到她笑了一笑 接著A就說 不對 你剛才看到一個人坐在床上 聽到那張床上 接著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這樣問B 來到這裡已經有點害怕了 接著B就說 長長頭髮追著睡衣 坐在床上看電視 這樣 挺漂亮的 接著 接著 接著A就說 喂 首先 我媽呢 剛才 就不是家裡 即是我媽媽不是家裡 還有一件事 我媽呢 就短頭髮 是肥子 來的 這樣 這樣就完了 總共有四個男生 一個女生 那當時呢 他們就想燒東西吃 但是呢 他們很失策 他們買了炭 買了食物 但是呢 就偏偏 就不記得找些人去霸佬 即是他沒有找人去霸佬 那他就 那他就 就走上去燒烤場那裡 那裡 有個人就 其中一個男生就說 喂 不是喔 我知道呢 還有一個位置的喔 不過呢 是走一條小路下去的 不如大家跟我來啦 這樣說吧 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是那個女生說出來的 那個女生已經在那裡說 可能他生得危 那些草呢 好像我那麼高的 他就說 要走進去 就要撥開那些草 即是撥開那些草 那些男生幫忙撥開那些草 讓他走這樣 那樣 他走走走 然後還說有一條小溪間 接著就跨過去 這樣就見到一個燒烤場 他們就說去到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燒烤場呢 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但有四五個爐在那裡 那他們就爽脾氣啦 沒有人 慢慢來賣去燒 燒燒一下 突然間有一刻 全部人都不說話 靜了 躲下頭 這樣 接著那個女生呢 就另一頭 看著坐在他旁邊的男生 想跟他講話 這個人是個女生 這個肩膀是個女生 這裡就是個男生 接著那個男生的背後面 就坐著一個女生 背對背地坐 那個女人呢 是怎樣的樣子呢 那個女人是怎樣的樣子呢 他就說很漂亮 那個女生 看到有個女人坐在那裡 那個女人是很漂亮 穿著黑色旗袍 紅色花 那個旗袍是紅色花 那件旗袍是黑色的 接著塗了口唇膏 很紅的 接著設定頭 說有雞 很漂亮很漂亮的 就不出聲地坐在他朋友的背對背 接著他嚇到嘩 這樣嘩了一聲 那個女生嘩 接著他立刻蹲下頭 手都震了不動 接著他就這樣不動 這樣拿著 拿著一支燒烤叉在那裡震 接著就蹲下頭 這樣 接著不出聲了 那其他男生就說 喂 做甚麼啊 這樣 坐對面的男生 跟他旁邊說 喂 我調位啊 這樣 這樣喔 接著他就調過來坐 接著就問 就是 問那個女生 喂 你是否有事啊 這樣 甚麼事啊 這樣說 那個女生都是不回答 只是在那裡震 在那裡震 在那裡口 我想他怕到出不了聲 應該蹲下頭 怕到不敢再看那些 不敢再出聲 其中有一個朋友 就不知道感覺到有些東西 接著就說 不如走吧 這樣 每個人都說 好啊好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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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那個女生就立刻 躲起來了 接著就 走去黏著那些男生 害怕嘛 接著那些男生 就不知為何呢 隨身攜帶了那些川雲箭 就是炮掌啊 川雲箭 他們打算玩的 夜晚的時候 他們打算玩的 接著一路走一路在那裡放川雲箭 可能有個男生 就可能見到東西 他有點跷底 就想拿些炮掌 川雲箭出來放 他就覺得可以驅趕這些 這些朋友的 那個女生還未夠膽出聲 繼續走 但是他就離開了那個燒烤場的地點 就走了一條路 走一條路 有街燈的路 那他就發覺了一件事 那些男生在玩村民戰 那他就繼續在那裡向前走 不敢出聲 一直蹲下頭向前走 那他每走到一支燈柱 那盞燈呢 就 由光變到暗 但是又不是色 是漸變變了暗 然後他就繼續走前 走到第二支燈柱 又由光變到暗 走到第三支燈柱 又由光變到暗 突然間五個人都一起 覺得不對路就跑 跑到下山 然後回到大街大巷的地方 有燈有盛的地方 大家互相問大家 其實大家是不是看到東西 互相說出來的時候 原來每個人都看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那個女人 就只有一個女人看到 其他人是看不到那個女人的 其他人看到什麼呢 有個男人看到有人操兵 在燒烤場那裡操兵 有一個男人看到白影 飄來飄去 在燒烤場那裡 有一個男人就說 有人在他耳邊吹氣 接著他們走下去之後 後來問回那些大人 當時他們都是小朋友 小時候 十多歲 問回那些大人 那個地方究竟是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那個地方 不知道有意外還是什麼 其實是封了 封了 那個地方是不讓人進去的 他們就白厭 他們就白厭 可能他們真的很想燒烤 然後又沒有路 然後就知道 其中一個就是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然後照樣 走一條捷徑或者小路 就去到那個地方 大路已經封了 不讓人去的地方 所以草被刪到這麼高 而且那裡真的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的意思 是因為已經封了